欢迎来到骚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这段时间网上公布了2021全球最美百大面孔名单 迪丽热巴上榜 排名第58位 榜单出炉之后 很多网友非常气愤 认为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气质 怎么可能只排在第58位呢 个人并非饭圈中人 也不追任何明星 但是在个人眼中 类于最漂亮的毫无疑问就是迪丽热巴了 无论是脸型还是五官 都堪称完美 并且迪丽热巴是维吾尔族人 其漂亮并非千变一律的美 而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 很容易就可以让观众记住 迪丽热巴Duraba 1992年6月3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歌手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013年 迪丽热巴因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阿纳尔罕 而出道 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迪丽热巴 相比之下 大家应该知道的更多 但今天主要来看看我们的迪丽热巴有多可爱 先看图 下面我们来示意一下可爱译词 可爱 中文拼音Key 英文可以是Cute Pootness Lovely 可爱译词 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指令人敬爱的 多指人物 其出自 书经 大语模 可爱飞君 可谓飞明 又双引号 第二层含义 字面意意为令人喜爱 原本含义为在幼小或出生的 柔弱的生物或类幼儿事物身上体现的 令人三观正常的人产生正面的喜悦 敬而喜爱的情绪特征 也可以在精神层面用来形容天真无邪 心灵单纯 美 其出自路由 老学安笔记 卷四 荆棘中有牙石 刻数十二大字 其古可爱 又双引号 如果可爱在某方面与呆纵合在一起用 那么在老实人人身上可以止憨 那你们觉得迪丽热巴的可爱是属于那一种呢 对于小编来说 我认为迪丽热巴的可爱都包含了上述两层含义 先来说第一层含义吧 令人敬爱 为什么说迪丽热巴是令人敬爱的呢 大家有目共睹 自2013年出道至今 迪丽热巴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小演员 努力打拼到现在的顶级明星 这将近十年一直专注于影视演绎 给观众和粉丝们带来了优质作品 比如 《克拉恋人》 《漂亮的李慧珍》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烈火如歌》 《你是我的荣耀》 等 他用自己的认真 坚持 笃定演绎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受观众喜爱的人物 并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像迪丽热巴这样 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百 再到现在的阶段 所以 从这一点来看 迪丽热巴的可爱表现在令人敬爱 是其人格魅力征服了大家 再来说说第二层含义 令人喜爱 有表面上的外貌 表情 动作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令人喜爱 还有内在的心灵美好 善良 迪丽热巴虽然现在已经是顶级明星了 但他一直为人低调 平易近人 心地善良 而且少有绯闻 他常常在微博上与粉丝互动 也开直播间与大家畅所预言 他说的话 发表的动态 从来在表现他真性情的一面 没有所谓的明星架子 也没有高处不生寒的冷漠 他全身心散发出来的 永远给人的是一种积极向上 阳光活泼 充满希望和正能量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